医疗的讯息 过去在摘除单侧肾脏时 容易切下部分健康的肾组织 造成日后肾功能不全的几率升高 为此有医院就特别引进了达文西机械手术 除了能够透过多角度精准切割 还能鉴有放大10倍的3D影像画面操作手术 让医师可以沿着肿瘤做切除 达到保留最大肾功能的效果 大致上的内容是相差不过的 71岁的陆姓老翁在台上大方分享自己的治疗过程 因为罹患肾脏癌末期必须切除右肾 在医师的建议下决定舍弃传统的开肾手术 采用最新的达文西手术 不仅顺利切除癌细胞 术后恢复也相当良好 那个医生说你这个真的癌症 真的肾脏癌 而且有跑出到血管里面 有扩散 所以说癌症末期 然后就开刀 开刀中间过程 刚刚我也讲过 真的是有危险 医师表示过去传统手术在摘除单侧肾脏时 容易切下部分健康的肾组织 造成日后肾功能不全的几率升高 但是如果是采用达文西手术 除了能够多角度精准切割 还能借由放大10倍的3D影像画面操作手术 让医师可以沿着肿瘤做切除 达到保留最大肾功能的效果 我们用达文西肌的手臂 我们肾脏把它血流阻断 20分钟内就可以缝合完毕 甚至有些病人不需要阻断血管 也可以做缝合 那手术后我们要看到 一年内肾功能的损伤 肾脏肿有残余的机会小于2% 它的病发症少于10% 术后90%的肾功能维持 我们这样的话 大概是80%的病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几项的指标 医师表示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会导致肾脏无法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及废物 恐面临终身洗肾 如今藉由达文西手术治疗 不仅伤口较小 更能精准切割肿瘤 降低肾功能亏损 因此对肾脏病变的患者来说 将会是一大福音 这位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